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直肠癌 那么确定直肠癌的话 我们是必须要做活检的 比如肛静或者直肠静 或者是我们的肠静 然后进去把活检去到 这才是明确诊断 但是我们的直诊是发现它的一个表 很多病人它变血 那么出血了 那它已经是比较晚期了 早期的话没有出血 它不知道 但是我们去摸它 它有这种包块或肿块 就赶快去做直肠静 这样的话就能够早期发现 那么痔疮它也是变血 所以就是说很多病人说 有痔疮的病人的话 一定要关注 那痔疮我们做直诊的时候 也是很有区分 那痔疮很软 一摸就能区分出来 它软硬度 它的活动度 它的性质 就是很好区分 所以得痔疮的病人 一定要去医院进行一个体检 让医生去检查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区分出来 是不是痔疮出血 还是直肠癌出血 这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还有一个肠外检查 就是我们的粪便检查 我们做粪便检查 如果粪便里面有银血 长期有银血 比如连续擦粪便 都有银血 像这样的病人 如果你要没有 还没有这种出血的这种疾病 比如说是痔疮 也没有痔疮 我们粪便里边 还有这种银血 做直诊也摸不到 像这样的病人的话 我们还是要建议 做这个肠镜的 看看直肠上边 摸不见的地方 还有这种乙状结肠 生结肠 降结肠 这些地方有没有癌变 这些都是一个 发现结肠癌和治肠癌的 一个重要的手段 现在的選肠 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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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